嗨 大家好 今週末就快到了夏季節 所以我帶女兒來和朋友一起玩 雖然要開4個半小時才來到康摩 但值得的大家看看 朋友已經幫我們準備了很多BBQ食物 我現在要盡情享受一下 康摩其實是全英國最西南部的最後一個城市 這裡基本上已經有1.8個沙灘湖 所以有很多人會特意來康摩這裡來沙灘玩 而且因為沙灘有很多沙灘都會有服務 所以有很多人會特意過來這裡很開心 假期 特別是天氣好的時候 帶小朋友過來玩沙 游泳 又可以服務 一個不錯的假期 雖然今天的天氣 就不是真的非常十分好 但是你也會看到有很多人 都會特意來沙灘這裡玩 就算他們也會有防風網 就是這些風網 其實已經可以真的擋了很多風 晚上這個時間 就開始有沙灘的娛樂圈 有這些地方樂隊在這裡唱歌 大家其實都很開心 很享受 所以依然都還會留在沙灘那裡不走著 聽一下歌 玩一下 來到Lance End這裡 其實就是全英國最西南部最尖端的一個位置 這裡因為它是最邊邊的位置 所以它的海岸線和環境都很漂亮 而且也是全英國很受歡迎很出名的其中一個旅遊景點 這裡也會有人幫你拍照 而且它也會把你的名字排在後面做背景 這張照片其實就要10磅一張 拍完之後大概兩個星期 它就會把照片寄到你家 但其實來到這裡 那麼遠都要拍一張來做留念 來到這裡這一間很可愛的countryside farm 牠有一個很可愛的這些 Casebo 全部都是一個Sitting Area 又有這些San Lounge的Baving Chat 它也有一間自己的Soul Furnier Shop 裡面買的東西其實都是一些擺設 但最特別的就是它有一些舊式的Board Game 在這裡都可以找到 還有它每一個餐都會拼自己自家製的Sallad 你看看很大碟 很好吃 這裡就是Komo 它自己的一個Local Brand的Ice Cream Shop Grella 裡面會有小朋友的一個遊樂場 小小小的遊樂場 它自己會有這些自家製的雪糕 它這裡的雪糕 只有這裡才可以買的 外面你買不到的 你看看我女兒吃到整個人都開心了 你看看我女兒 你看看我女兒 這裡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Saint Michael's Mount 在一個島上有一個很漂亮的Castle 如果你想過去Castle的時候 潮退你就可以有一條路直接走到Castle 如果潮漲你就要坐船才可以過到 而正正隔了一個海的對面海 法國也有同樣一個在Island上的Castle 那裡就是Mount St. Michael Bay 因為他們對著的關係 所以有很多人會叫他們做一個姊妹Castle 而在Castle裡面你進去的時候 然後還可以找到Queen Victoria坐過的梳化 以及日本武士的Stat 2 都可以在那裡找到 當然進去Castle就要收費的 每人就是14磅一個人頭 貴不貴就見人見事了 但是也是那句 離到這麼遠都要進來看看 如果大家想過來的時候 也可以留意他們的官方網站 再看看潮漲潮退的時間 又是另一個Cornish Dairy Farm 這裏就是Ross Killis 有小動物 可以給小朋友看 也可以在商店裡買一些糧 可以餵下這些小動物 來到這個農場餐廳 還有一個開火的燙燭 可以時候做飽 Melissa Viper 就很好吃了 一個很特別的小廁所 一個小廁所 少不了了來這個城市 上去了最大位置 這是The Island 看回頭可以看回整個城市的景觀 而且還可以看到兩邊的沙灘 Portmeer Beach 這裡好天的時候有很多人來的 因為它的水真的會綠色透明 很漂亮的 但是停車場很快滿的 所以如果你想來的話就要盡早了 英國其實有很多城市都有海灘 但是海灘很多都是石灘 就未必一定是沙灘 但是在Komo這裡大部分都是沙灘 而且還水清沙幽 所以有這麼多人特意會過來這裡玩水上活動 而且周圍的環境也很漂亮和舒服 所以這次的旅程完結在這麼漂亮的沙灘 整個感覺都很滿足 1 2 3 Everybody all the best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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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